我没有想过自己会成为一个候选人 那也不是我几个进党的一个目的 喜欢艺术为什么从政 那我喜欢从艺术到从政 出来艺术其实我也喜欢帮助别人 我不会担心会不会服众 因为党里面有党的决定 我觉得大家应该去与党的指示去做 那我要知道为什么他会刁难我 去解决他 去了解他那个问题背后是在哪 我看要重录 我完全不知道我自己在讲什么 如果党妹这个前辈有出于刁难的话 我相信他背后一定有原因 那我可以去尝试了解 并解决这个刁难的问题 有人在我背后寻慕的话 会不会在意 我不会在意 谁没有谁在他背后所写的话 每个人都有吧 我有担心做的没有比书写更好 我有太担心 但是我也在担心的同时我也在努力当中 希望不会做到太差 我太太从我走公民运动的时候 就已经知道我是一个比较少为家的男人 所以在这个时候他没有表示很支持 当然他也不反对 如果我重选了第一件事情要做什么 就是休息 先要休息一两天 万一落选了怎么办 其实胜败哪里平价尝试 如果真的落选了就回去教美术 然后继续在党里面服务 要看这个刁难是怎么样刁难 林俊翔和王书奇跳进谁 我会救谁 一定是救老他 我会救林俊翔 等一下 如果很差 如果你看到你的对手有危险 这题我不太明白 但是我不管对手是谁 出于人本的话 如果他真的有危险的话 应该要去救 而不是对手的款式而不去救 就算今天纳吉受伤了 在路边苦苦哀求 我也是会救他 学习障碍其实就是阅读障碍 在我19岁的时候 遇到一些吉利讲师 他给我的一些 启发自己潜能的方法 让我们克服了这个阅读的困难 我最喜欢的艺术家 应该是樊虎 跟选民说什么话 好20秒 这一次是马来西亚 最接近改朝换代的一次 509大家一定要回家投票 见证迎接新的更美的马来西亚 谢谢